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 这是佛的五眼圆明 限量见到的一种情形 那对于生疾病的人 当务知己给他的帮助就是要财 以这个要来救济人 是不失 以药方来帮助人 也是不失 对于贫穷的人 你作为医生不要去计较利润 穷人看病 你就不要去收他的钱 或者少收他的钱 这就是不失 劝他人不要卖假药 这也是不失 所以设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总之要存一个救人的善心 谈到这里我们都很感慨 现在社会上普遍觉得看病难了 昂贵呀 很多医院都是靠卖药来收取钱 看到病人来 就像怎么多开点要出去 奖金就多呀 所以一般的人都看不起病了 自古以来 不为良乡 即为良医 这个医生职业 是最具有道德感的一个职业 你能够存善心去做疾病救人的事情 那真是积善利得的很好的机会 如果看到病人 就把他作为赚钱机会的话 那那个丧失道德 这个罪过也是无量无边了 那么谈起疾病 可能现在大家都是很关心了 现在最跑火的都是医院 看病都排长队 各种保健药物都是很时尚 这说明五卓是末法的时候 人的疾病是越来越多 真越来越多 是来自于我们的烦恼越来越重 我们的业障越来越重 再加上生态的失衡 各种东西的污染 以及我们身心的不平衡 所以疾病越来越多 怪病越来越多 再加上福报越来越浅 这个良药也越来越减少 或者现在没有这些良药 就人造一些东西 但人造的东西 这个药 就有问题了 再加上病人很多 药的药量很大 原来传统社会可能是很多工序做出来的 它可能救生了很多工序 可能一些人工作成的东西 它都辅助一些机械的批量的生产 所以这个药的力量 治疗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一方面 药的种类越来越少 它的药力也越来越浅 所以这个治病就显得更难 就说小孩子出痘痘疹疹 它在古代是没有的 从未进之后 曹未进代以后才有小儿的痘疹 这个能伤害人的见风 有邪风导致的病 也是清代顺至末年之后才有的 所以中医就谈到春天你要回避那些清风 夏天回避那个赤风 秋天要避开白风 冬天要避开黑风 这些风一旦你碰上了 就会生病 这见风都是顺至末年以后才有的 到了清代的时候 按时据事讲 最近出生的婴儿还有一种奇怪的病 就是出生的婴儿两甲里面肿起来 疼痛 就里面有一个硬块 那两甲生硬块了 就妨碍这个婴儿去吸奶 吸不进去 这个婴儿就有常常提哭的一种病症 如果你不及时的去处理好 它奶都喝不下去 可能很快就会死亡 所以一种治疗的方法 就是要割开 割下的那个肿块 它的样子就像螳螂子螳螂下的那个子 所以就用这个作为病的名称 那么把这个剖开拿掉之后 它才能够恢复健康 否则一两天就会死亡 这是以前都没有的 再看这个福报 在一万年以前 乃至于就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水的味道都跟奶酪牛奶一样的有营养 现在我们的水都是越来越寡薄 营养越来越少 这个琪婆 琪婆就是贫婆梭罗王的儿子 他是阿渡是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琪婆 他精通医学 琪婆在世的时候 还有一种药王术 这药王术能够召见人的五脏六腑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埃克斯光 可以召见五脏六腑 那就在明代的时候 那个上品的人参都能够像人的形状 那个营养价值极高 其价格也只是跟白金的价格相等 但是到了清代早期 这个人参的价格就比白金高了四到五倍 而且这个人参的味道以及它的营养 还反而不如以前 这都在反映 在这个简洁的时代 这些福报越来越低 药材的这个治疗效果越来越差 那到了五千年之后 人的平均寿命二十岁的时候 就有小三灾的第二个灾 就是极疫灾 极疫灾就是瘟疫流行 死亡的人数多 大量死亡 那时已没有药材了 也治不了那个病了 那么要经过七个月零七天 这个极疫灾才能够终止 那个时代已经连甘蔗都吃不到了 糖盐都没有 那那些中药就更没有 像人参福林若贵父子这些中药材都找不到了 熟地大黄这些都没有了 可见这是我们未来惨淡的前景 我们要了解 活杀论里面说 为什么我们要摄药材来帮助疾病的人呢 这就是善的淫 如果一个人以一个阿里勒果 就是一个果实 那也不一定非得是阿里勒果不可 就是以这个来代表其他的果 这个果有点治病的功能 比如李苹果这些 能够去不失给一个生病的比丘 就以这样的善因 在未来的轮回当中 绝对不会遇到极疫灾 那么我们如果生病了 我们要思维 它不是无缘无故的 生病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不一定今天生病发伤 就是今天的原因导致的 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甚至可以追溯它多生多结的那种业因 那么佛殿里面对这个常有描述 比如大方广总持经上说 为什么今生会没有眼 成为瞎子 这是素是以那种恶毒的眼镜去瞪 去客是那些发菩提心的人 就得到无眼报 以那个个毒的语言 诽谤发菩提心的人 今生得到无舌的报 没有舌头牙巴 为梁武帝圆配而住的梁黄产里面谈到 今生阴雅为人阴雅 诽谤人故 今生说不出话 是由于往事诽谤过人 今生身材短小 是由于轻蔑人 今生为人又丑又黑 是遮佛光明故 今生身上生种种恶疮 是前世边他众生故 妙法莲华经也谈到 今生有水肿的毛病 或者很甘瘦 或者全身酸痛 甚至长满赖疮 拥居 这些病都是业 这种病人都是往事诽谤过妙法莲华经 才得到这样的罪报 可见我们生一种病 必定会有一个导致这个病的原因 从这来看 我们行善 来不施药材 这是帮助他已经生病之后的事情 那么进一步劝他不要造了业 这是帮助于他没有生病之先 这里要注意了 我们说中医也讲上医治未病 下医治已病 下等的医生治已经生起的病 已经生起的病 你去治 一定要药物 那无论是针灸 药物 是要三分毒 说是残局总是不那么完满 但是上等高明的医生 在你病没有起来 萌芽状态 就给你解决掉了 这个扁鹊 大家都很赞叹他 他用针灸 药物 忘闻问切能够起死回生 都赞叹他是高明的医生 但扁鹊有一次对别人说 你们都搞错了 我的哥哥他才是最高明的医生 扁鹊说 我是只已经生病的病人 我的哥哥是只未生起病的人 是上医 上医治病在萌芽状态 常常不被人了职 所以没有知名度 我这个下等的医生 由于你已经生了病了 就给你治好了 你们都认为我了不起 恰好是颠倒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不是药材的人 劝他奉行圣人的教化 不造的也 这就救于未病之先 这就像孔子所说的 孔子说听诵 无忧人也 必也使无送呼 就是我料理案件 公平判案 跟其他人一样 但进一步的 我要做到的是使老百姓没有诉讼 就不起争吵斗争 那就更高了 这样 那就是治以病和治未病病 并行不备 才更好 就是这个本莫同实质 那看这个不需要才得到的果报 第一个是多结无病 在佛的十六弟子当中 有个薄居若尊者 在阿弥陀经里面也有他 列的十六位尊者之一 又叫善荣 他是寿命第一 活了一百六十岁 寿命第一 他就是有福报 结果是赶得五种不死 放在火上去烧 不能死 放到水里去煮 不能死 掏到河里面 不能淹死 掏到河里面 最后被鱼吞到他的肚子里面去 也不死 这个鱼呢 被人抓到了 被鱼民捕捞了 就抠开那个鱼腹 结果那个刀把鱼的肚子给抠开之后 这个婴儿还没有死 宝俊罗尊者感到五种不死 他这种神庙 这就福得很大啊 福大的人就是这样的情况 怎么弄他都不会死 这是由于他在批婆师佛那个时候 这是在过去庄园节 第998尊佛 那个时候他本来是一个贫穷的人 他见到一个比丘有头痛的病 这个穷人就发了志诚心 以一个阿里勒果不失 这个比丘的病就痊愈了 由于这样的一个善音 赶得91节以来就在天上人间 就常常没有病苦 寿命很长 这里谈到不是有病的比丘很有必要 这个没有出家的人 就是世间之人 当他年老生病的时候 他还有妻子子女在病床前照料 唯独出家以后 比丘比丘你年老生病了 局务无情 所要求的东西就比较缺失了 这时候是最为凄凉的时候 所以经典说供养生病的比丘 其福德就最大了 现在政府也在关心这个事情 医疗保险问题可能也会恩惠到出家人这里 那些出家的比丘也常常想 那些大和尚可能年老了没有关系 那那些没有什么法言的年老比丘 常常就没有人照看 是有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寺院丛林也要关心这些年老的比丘 一定要让他老有所安 要让他有治疗费用的报销 生病的时候要派近人或者沙米去照料 往生的时候要去助念 助念完了要卢法的土皮 要安放好他的骨灰大海灰糖 这些关怀 让他住好 对年老的比丘安顿好了 才会让年轻的比丘感觉到能够安心半道 因为年老的比丘 也就是我们的明天了 一定要安置好 佛经里面还有很多好的药方 神庙的药方 就是由佛陀来告诉我们 你怎么避免一些疾病 这里提出预防 杜绝九种病的神庙之方 我看大家可以如法地去实践 也要叫他人去实践 也要随喜赞叹 我们身体才会越来越健康 所以无论是个疮 六根不具胆怯 得那些虚劳致症短命 以及妻儿子女离散 容貌丑陋 神志愚痴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杜绝这个果报 佛说得非常的清楚 这里面因果还真的是真实不虚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